我们两个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觉得现在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 天天除了吵架就是吵架 我觉得我作为母亲 作为妻子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但是她现在却让我看不到一点点的希望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总是对我有意见 有时候还打我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有原因 她总是把所有的错 全怪到我身上 我觉得她必须有些改变了 要不这样真没法继续了 当男嘉宾在小片里说 她还打我 我说一遍你们也乐了是吧 来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魏先生25岁来自河南 戴叶 李女士34岁来自河北 外卖园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这是您夫人 对 比您大 9岁 结婚几年 一年多点 谁追的谁啊 她追的我 怎么追上的呀 就是我干美发的时候 那个店是在他们小区那块开的 她总上我们的店里边 一来二去的 我们俩就认识了 你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双方家人都同意吗 我这边因为母亲去设比较早 然后父亲呢又是自己顾自己那种嘛 你不管我 然后他家那边一直都是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啊 家里 我父母知道了她的年龄之后 完了呢 不让我们在一块 就是因为年龄 对 对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她比你大那么多 为什么你要跟她结婚呢 因为当时也是喜欢她 所以呢 当时喜欢是吧 对 现在还喜欢吗 不喜欢 那你怎么就娶到她的呢 家里人也不同意 因为后来我跟我家人谎称 她怀孕了嘛 才把护股本给骗出来的 所以就是以怀孕的这个身份 走进了一个家庭 是这么结合的 是这意思吗 对 那现在有孩子了吧 结婚当月吧 就怀孕了 现在孩子留七个月 资料上面说 您现在是待业呀 对 那大男人不工作干嘛呢 还有孩子 在家二手机呀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的身后事 处理三天我父亲刚下葬 就跟我闹了 就说你爸活的时候不靠活 死了还这么麻烦 简直就是没事找事 有这么说话的吗 就气得我跟他大吵一架 把奶都憋回去了 现在孩子纯吃奶粉 你当时喜欢他是吧 所以娶回家的是吧 对 娶回家就是为羞辱他 折磨他 是这意思吗 刚开始是没这么想 那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了 为什么这么想呢 就是说生完孩子之后 压力也大 他也不在家宫 不然是我愿意 不知道 他也不在家宾 这么想了 没什么 Ин看 好 对 太多人了 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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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两个月一共拿回来 一千六那工作 那你到底想干嘛未来 我想再重新找一个好点的班上了 男生告诉我们说 妻子婚前婚后是两个人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我用一种方式想报复他 这是你的第一段说辞对吧 对对对 第二段也必须承认你是一个懒蛋 对吧 算是 这是先生的一个两层 然后站在他的角度 他认为他这样做都是应该的 对吧 是不是这意思 是 因为你妻子没有达到你想象的那样 是吧 对 所以你觉得你这样做都是应该的 对 在这个前提下 他凭什么去推你 你觉得委屈 对 因此如果你妻子不改掉 向你动手这个恶习 你坚决要跟他离婚 对 听明白了 所以就这么拧巴的一对夫妻 这么拧巴的一段恋爱关系 这么拧巴的一段日子 因为每次我俩吵完架 不管谁离开 孩子都会胡闹 直到看到你一个人回来 嗯 好吧 为了那七个月的孩子 帮着想想主意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养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当开始我在看眼前这位男士 的种种表现的时候 我很愤怒 但是听到后面 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图案 就像我们家三四岁的老二 一旦得不到某些东西 大发雷霆 以破坏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他不会顾及到周围人的感受 他也不觉得谁对谁错 就是我生气我要发泄 管你是谁 你就像一个孩子 因为男人这个词啊 除了他的性别属性以外 他是带着一些复杂的色彩的 比如说心胸 包容 能力 担当 还有责任心 这些你有吗 没有 显然没有 但这些恰恰就是你老婆 希望从你身上看到 但是你不能以孩子自居啊 因为毕竟你已经结婚了 你还有你的孩子 对不对 虽然你不想长大 但是你已经长大了 所以说你必须要面对 我希望你还找找当时 你们在一起的那美好的世界 是因为你的落后 导致了他的进步 你没有退路了 如果说他跟你离婚的话 你有什么 就是腹皮囊 一个性别叫男的 想不想不这么被人的羞辱 想不想独立起来 能够自己捡起自己自尊 好不好 迅速地让自己成为男人 可以吗 第一步很简单 出去找一份工作 一千两千给钱就干 因为你可以回家的时候 你可以心安理得的 我往家里带回来了 钱了 而不说躺在家里 你来给我做饭 你给我送吃的 那有一个比你还小的孩子 在那儿等着呢 你不是他 明白吗 不管出于为了谁 都要尽快地做成一个男人 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珊娜老师 我觉得那句话说特对 这件事儿 stimmt 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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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